美国国防部主管军事装备和技术采购的次长 弗兰克·肯德尔10月6号表示 针对中国国营企业连番出击 收购美国电脑芯片主要制造商的企图 政府和国防部正给予高度关注 上星期美国数据存储产品制造商 威腾电子公司称 中国国营企业紫光集团 欲斥资近38亿美元收购该公司15%的股权 今年7月同一家中国公司更以230亿美元的报价 试图收购美国存储芯片巨商和国防承包商美光科技公司 国防部司长肯德尔在回应相关问题时表示 政府正采取措施确保微电子产品供应链的安全 包括由专人管控相关厂商被外国并购的行为 不至于影响国家安全 我们目前正在跟集成微电子产品制造商处理相关问题 并采取步骤 确保我们未来继续拥有可以信赖的电子供应商 电脑芯片是美军尖端5G和技术的核心 确保这些芯片的供应 是美军试图保持军事优势的一个关键因素 但分析人士们说 国际竞争和军费吃紧影响了微电子产品行业 一些美国国防承包商的盈利 给了中国政府趁虚而入的机会 美国空军部负责装备采购的助力部长 威廉·拉普兰特认为 美军不能完全依赖商业产品来保持军事优势 我们可以购买商业产品 可别人也能这么做 完全靠采购商业产品来维持技术优势的想法 可能行不通 你必须要利用商业优势 但也要提醒自己 有些军事能力 我们只希望自己独有 观察人士们说 由于美国国会和军方的高度关注 中国清华紫光集团 试图全股收购 美国存储芯片去商 美光科技公司的计划 如果正式报审 可能不会获得 美国的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的通过 该公司部分收购 美国数据存储产品制造商 威廉电子公司的方案 预计也会遇到很大阻力 美国之音记者李宝 华盛顿报道